师父我知道我这次做得特别错了 现在明白了吗 还有我的复刻也不是很好 我看看啊 你的腰不好腰 所以腰不好腰不好 你的腰椎啊也影响你的复刻的 明白了吗 腰这里会痛的 经常痛 还有呢 那个 我现在呢 看那个复刻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好 就是右边呢 有一些细细拉拉的那种 就是黑气 右边就是不干净 你听得懂吗 我听懂师父 你这样吧 你第一呢 要保持干净 要多洗澡 第二呢 自己呢 不要邪淫 脑子里不能邪淫 明白吗 我脑子总是犯这种 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已经 我已经许愿就是说 不再 不再 我已经刚刚跟你讲了 就是 夫妻之事呢 真的也要 也要对方 要配合的 如果老公一直 想有需求的话 对你也是真的 也是一种考验 也是很难了 你明白吗 因为你们并不是出家人 明白吗 对 我明白是 所以这种事情呢 但是有时候你要记住了 有些事情我不能讲了 你要知道 你就是正常的 夫妻生活 你如果有的话 你就会 有一次就折瘦一次 你知道吗 只是折的时间不多 就是不是像人家做坏事 折的这么多 但是也是折瘦的 听得懂了吗 好 我明白 就是这样 好 我的不良 习惯你说说我吧 师父 我真的想改成自己 但是总是 脑子里乱的 你主要是意念 脑子里乱的 明白吗 对 要克制啊 看到不好东西 咬咬牙就过去了 好 你知道菩萨 看到你们做坏事 你知道菩萨很难过 你们还修心吗 你们还要学我们菩萨 这个怎么弄啊 你念经念得好的时候 菩萨开心 就像个小孩一样 读书的时候 爸爸妈妈很开心 一会儿出去捣蛋了 爸爸妈妈伤心啊 你知道现在网络上 那些东西不能看 明白了吗 你看了之后 那些不好的 这种邪淫的东西 看了之后 只会造成你的伤害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在启发你们的这种兽性 不是启发你们这种佛性 听得懂吗 对 因为人本身有兽性 有佛性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 人还是个动物 你明白了吗 对 我明白了 师父 当然 师父 我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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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